主要我們看到其實風險位就有三點 首先第一點就是在全球疫情輸入香港的壓力 在全球疫情方面其實單單講上個星期 已經是新增了500萬個2019冠狀病毒病的個案 而至於Omicron這個變異病毒 更是以史無前例的驚人速度 是進行全球的擴散 到目前為止已經至少擴散到110個國家 之前Omicron個案的比重 佔香港所有個案的比重 兩星期前大約是35% 到了昨天都已經超過9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未來外防輸入 Omicron的壓力是會有增無減的 第二個風險位就是在病毒本身 Omicron這個變異病毒就有幾個特性 是比起這個Delta變異病毒株的 威脅性更大的 第一它有一個高度的傳染性 以及傳播力是比Delta更加強 四至到八倍 第二就是甚至乎雖然曾經有人感染過 我之前感染過新冠病毒 但是Omicron也可以令到不少 這些曾感染並康復的人士 再度受到感染 第三方面就是 Omicron現在我們審視 剛才我提及過81宗涉及Omicron的個案 大部分就是超過六成 都是確診的時候就沒有看到有病徵 那就是換言之它沒有病徵的時候 就更難偵測到 所以如果它可以進入到社區 傳播風險也會進一步會高度 第四樣就是大家聽過的免疫途日 就是說Omicron的變異 基因上的變異比較多 所以疫苗接種的效力相對 也對Omicron來說的效力沒有那麼高 所以綜合以上幾樣來看 其實第三個風險位 我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香港現在疫苗接種的覆蓋率 缺口是非常之大 我們有大約三成的香港人口 是未接種或者是未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 在這個這麼大的缺口方面 尤其是長者 我們都重複地提及 80歲或以上的長者 當中現在才有20%左右 是接種了新冠疫苗的 香港可能已經處於一個 可能發生第五波疫情的臨界點 聲聲之火可以療源 我們怎樣可以撲釋這個第一個火頭呢 就除了我們的防控工作之外 也都很端賴市民 大家齊心協力去做好防疫的工作 最後也都是響應和呼籲市民 就是快接種勤洗手 戴口罩和減射膠 希望我們大家攜手抗疫 請問你 接種勤洗手 感谢观看